穿著墨綠色羽絨上衣的男子 大馬路上收吃菜刀 大搖大擺走進民宅 誰哟 疑似發現自己的行為 被錄影男子轉而向民眾咆哮 不只右手有菜刀 男子的左側還戴著另一把刀 照片中的兩把大小不一生鏽的菜刀 就是蔡姓男子砍傷姐夫的兇器 因為蔡男前些日子離婚 他國男就是冷嘲熱逢 使蔡男惱羞成怒 根據警方的說法 42歲的蔡姓男子 疑似在跟太太鬧離婚 他情緒不穩才會跟家人起衝突 29號上午 他先連續打了五通電話給他的姐夫 可能是一言不合 接著他持雙刀找上門 雙方疑似再起口角 蔡姓男子抓狂砍人 姐夫衝出門狂逃50公尺 被拿雙刀追砍男子的姐夫 拿出球棒防衛 蔡姓男子被打到雙手骨折才罷休 國姓男子也被菜刀劃傷 驚魂未定 遷怒怎麼樣 找不到人 找到後來變成找我 他來 我也是好好跟他講 結果他就開始動手 一下刀捲然後說 我當然是跑啊 實際找到被害人 他否認出言嘲諷 強調是蔡姓男子 情緒控管出問題才會遷怒 對於糾紛內容不願意多談 但無故被拿雙刀追砍 只覺得倒楣 依舊是心有餘悸 記得台中綜合報導 捍衛言論自由到底 搶救中天 台灣不能只有一種聲音 請立刻訂閱中天電視YouTube頻道 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